轿车在单黄线回转 执行的机车骑士 闪避不及 笔枝撞了上去 轿车车身晃了好大一下 轿车回转当下 与机车的距离已经非常近 驾驶疑似不当一回事 直接回转导致车祸发生 车祸瞬间被民众目击 汽车横躺 机车直接倒地 轿车的右侧车门凹陷 留下多条白色的碰撞痕迹 骑士将影片PO上网 不满驾驶第一时间下车就说 你把我的车撞成这样 引起网友们公愤 夸张对象有车还转 回转根本没在看 二人先告状 车祸发生在21号下午4点多 桃圆巴德长新路 驾驶拦截式回转 不但急落机车 还造成骑士受伤 为注意前方动态 与执行灵性女子所骑乘机车 发生碰撞 造成灵女及乘客 手脚多处操挫伤 索性骑士和乘客没有大碍 警方表示相关造势责任 还要厘清 不过驾驶路中间回转 明显违规 理直气壮的态度 让人无法接受 记者刘志展李宗泽 桃圆采访报道 我是哈远宜 不用说故事 写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争议的拿证据说 被掩盖的挖出来说 非主流观点 我有勇气说 用心说好2300万人的故事 我是哈远宜 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